在武汉火神山医院里 有一支由多名年龄超过50岁的医学专家组成的团队 他们是中国军队感染呼吸重症等医疗专业一线的骨干力量 他们凭借身后的医学功底 战斗在抗击新冠肺炎的最前线 54岁的呼吸科专家曹国强教授 得知一位患者是一位退伍老兵 为了鼓励他战胜疾病 曹国强郑重地向老人敬了一个军礼 给老年患者带上一袋榨菜 为小女孩带上一块巧克力 曹国强每天来到洪区都会给患者带来无尽的温暖 这是队伍成立于除夕夜的出征时刻 由陆军军医大学毛青 李奇 曹国强 杨世明 任小宝 陈平等多名专家组成 李奇曾经在小汤山抗击非典任务中立下战功 这次他又在火神山医院度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 李奇教授是全军呼吸与微重症专家 虽然身患高血压 糖尿病 但在抽组军队支援湖北医疗队时 他仍然积极请战 在火神山医院 这些年过半百的专家 每天都要进病房面对患者 带领年轻医生坚守在最凶险的洪区一线 在每位患者面前 医疗专家都要俯下身子倾听 握紧双手问诊 把自己置身于患者能感受到的距离 对每一位即将出院的患者 专家们都要严格论证把关 不仅要看核酸检测结果和临床症状 还要仔细推敲患者入院前后 肺部CT影像的变化 对每一位患者高度负责 每一个出院病人里面 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老同志 组成的专家组来进行讨论 比方说我们这里面的毛青教授 曹沪强教授 李奇教授 我的任何一个出院的病人 必须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来跟我进行最后的定夺 关键时刻看我的 危机关头跟我来 他们的实际行动感动着身边的患者 也感召着身边的年轻医护人员们 除了你这个专家是大还是小 我觉得如果我们做的事情 不落到地 我说落地就是可以实施 可以指导医生防控 可以救治患者 可以指导老百姓防控 那你才是真正的大专家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说落地人员 是一条任何是大的 福职业 我看赴说